大堂正在等候人跳舞進來 當然要問問我們Edmond哥哥 大家會在我節目見過他很多次 但其實是我的面子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有件事 剛才都會看到一些他所設計的衣服 其實我半年前已經看到你在這裏畫 我去你家的時候 一張一張 我已經記得寶差那件黑白的 還有原春還是探春 那件金的 你這麼好記性 我當然好記性 就是Edmond 算不算是你近年的一個 很搞盡老汁的作品 OK 搞盡老汁 報報那些就搞盡老汁 報報也搞盡老汁 其實這個有這個的好 因為他是一種夢幻 和一種比較抽象 是的 而且他又有底線 底線就是這些角色 大官員這些人 那你就可以under這個 來多元化變化 我要是這個 發揮你的功力 這個挺有趣的 對我來說 你喜歡 講一講很古老的故事 是的 但是就是《紅樓夢》 是人也知道 這個故事 但是我用一個新的方法去演繹 再由服裝方面的東西 當然跟導演大家要 溝通 非常地溝通 我要感覺到整件事 因為我都看到 補玉的衣服是一種紅色 我猜隨著不同的燈 它有不同的紅髮 很不同 它裏面還有一些 量件在底下 有很多層的才能做到效果 是的 一層的 我想它做出來的感覺 因為補玉是一個 運勢魔王 是的 還有很多慾望的集中 在那裏面 我想說的感覺 是這種 哦 運勢魔王 它的心是很多心的 所以又紅色了 是的 紅色主義 因為它不是多心 它所謂都不是的 它是個個真情的 不是 它是一個血肉之軌 我想說紅色 只是這樣說 它裡面的熱情 對愛那種熱 它是一個熱情 是一個率真的人 是的 就是運勢魔王 或者是一個率真的人 是各有各的說法 是的 是的 所以這種採用的 色調和衣服 剛才我們都偷拍了幾件 例如寶差 我印象深刻 就是它那個黑白 黑白的好像格仔 和再加工美化它 我會覺得是一種 有一種理性在裡面 你講得對 是的 它有點像格仔 是它唯一類似格仔 一件大的斗篷 即是它包含了寶玉的冷靜 不是 寶差的冷靜 和理性 它是一派好像余麟 是的 余麟 是的 余美人 這個是Edmond哥的構思 我想它 你講得對 我想它在豪華之中 它本身的人 是比較理性的 她是一個很理性的 還有它是屬於最昌明基正 她的房間是最簡單的 進去裡面 完全不像一個女孩子的房間 在大官員裡面 這個也是她的特色 就是 因為Edmond 很多很多人都做過紅樓夢 無論現代什麼 是不是 你這次 就是 覺得有沒有一點點壓力 怎麼可以跟它們不同 沒有 一點壓力對我來說都沒有 因為紅樓夢 我自己很欣賞做古葬的紅樓夢 哈哈 我非常欣賞 現在給你一個現代 現代那個 但我覺得 那個秦可興 又是灰灰黑黑的 那個 可興那個好像是很漂亮的 不知道 它很多很多人 這樣彎彎曲曲的 是的 我感覺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我覺得你這批衣裳 真的可以做一個展覽的 做完戲之後 謝謝 因為我們有時在劇院 都見到 有些衣服在那裡展覽 這個是既古典又創新裡面 我覺得可以展覽的 Edmond 我真的很開心為你高興 謝謝 希望你再創一些更特別的衣服 我會繼續努力 但其實男女講完 其實我覺得 你知不知 那些時裝 現代那些 才是否考起你呢 因為你怎樣可以 在平常裏面 又有少少不平常 擺上舞台 我一時覺得 有少少 壓力對我 最重要是故事好 我每一次做事 我最重要是講故事 那個故事 如果好 我臨時自然自然會產生那個 自然的 那些演員 後來不適合用 然後送給我的項鏈 是呀 很漂亮 謝謝你 因為我以為你們的衣服很樸素 我特意帶著項鏈來看你設計衣服的表演 有樸素 還是不樸素 兩樣都有 我這套是顏色 好 原來他專門便宜 這些是六七十元的版本 不記得了 好像不止的 黏著那個價錢 剛剛才撕掉 是不是 那你繼續努力一下 那些演員不愛那些給我 會會會 多謝你哥哥 拜拜